从现今遗留下来的慈禧照片看,老年的慈禧威严有余,妩媚不足,而她的出身也算不上高贵,看起来毫无优势的慈禧,究竟是如何在后宫中站稳脚跟的呢? 订阅包包说历史,带你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1861年,年仅31岁的咸丰帝在热河去世,皇位的由他年仅6岁的儿子载纯继承,鉴于当时载纯年幼,生母义贵妃正直壮年,担心干涉朝政,所以在咸丰临终前,肃顺曾秘书请咸丰帝笑汉武帝处死勾异夫人的故事,由此去母。 将其母义贵妃杀掉,义贵妃听此消息后,自然是极大刺激,也让她深深明白一个道理,只有自己去争取,努力去掌握大权,命运才能掌握自己的手里,才不会沦为别人刀板上的鱼肉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,义贵妃总是在咸丰面前哭诉,说是要是咸丰撒手走了,她孤儿寡母怎么办,哭着梨花带雨的,咸丰看着爱妃和质子,终因不忍,否决了肃顺的建议,也正因为咸丰帝的这个决定,却彻底改变了慈禧的命运,也因此改变了大清的国运。 从此,义贵妃对肃顺恨之入骨,慈禧与肃顺两人硬碰硬,也因此开启了慈禧对大清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。 其实咸丰不愿杀义贵妃,一是出于对义贵妃和儿子的情感上眷顾,担心媚娘的孩子受人欺,二是出于政治考量,希望两宫太后辅佐质子,防止顾命大臣一方伟大不掉,从慈禧留存于世的照片,大多甘别骤疤,难于入目,而且出身也不高贵,看上也没啥优势,那她凭什么在后宫中站稳脚的呢? 慈禧是如何上位的?慈禧,叶赫纳拉氏,满洲八旗女子,有二兄一妹,十四岁时,她的祖父因与一件金库窥空案有关,被盗光抓了,一时之间,家人方寸大乱,在她的指点下,祖父才顺利地被营救出来。 1852年,17岁的她,被选秀入宫,成为了咸丰帝众多后妃忠议员,开启了她的宫斗生涯,叶赫纳拉氏进宫时,只被封为兰贵人,住处秀宫。贵人在宫中的地位很低,很难沾到皇上的边,但兰贵人不是一般贵人,仅一年的时间,从兰贵人晋升一妃,三年后,又被进封一妃,22岁母姨子贵,被封为义贵妃。 她仅用几年的时间,便从一个地位低微的秀女,一跃成为了后宫中第二号人物了。 由此可见,慈禧在咸丰帝心中的位置了。 慈禧的父亲叶赫纳拉,惠征虽为徽宁池太广道道台,但在她入宫之前,她父亲被罢官,在回家途中死了,她得宠,其实与她的家庭背景无关,更多的是靠她自己。 在咸丰的后宫女人中,作为贵人显然只能垫底,清顺至实际规定,凡其人女子,年13岁至17岁,必须参加每三年一次的皇宫选秀,清中期规定,被内庭主位者须四品以上官员家女子,其他只能做官女子,即使秀女能被内庭主位,可后宫等级森严。 大多数人不受皇帝待见,往往成了宫中怨女,所以,要在后宫出人头地,没有一些手腕和技巧,是不可能成功的。 慈禧是如何得宠的? 世人皆知,咸丰皇帝有个癖好,喜美色,他在位11年,仅活了31岁,但后宫的家里,能与活到89岁的乾隆友的一拼。 据野史记载,山西集双腹曹氏,长得美妙绝伦,特别喜欢他有一双不到三寸的小脚,还照入宫中,活难当头,今朝有酒今朝醉,只图自己逍遥快活,咸丰还在圆明园中,还藏了一个来自民间的寡妇。 文宗余色,余圆明园余,暗藏春色,未知四春,世境传之这四春,就是牡丹春,海棠春,杏花春,武林春,为了放松心情,咸丰时常沉浸于美色之中,据后来知情人士回忆,咸丰时常使用大量助性的药物,咸丰的身体,就因为这样被掏空了。 但年轻的慈禧,要在众多嫔妃中脱颖而出,独霸龙床,实在是难上加难,所以,慈禧想要在后宫获恩宠,必须具备一点,就是长得美。 从现存的各种回忆录中获知,慈禧不管是美貌,还是心机,在后宫,都是首屈一指的。 慈禧年轻时,风姿卓越,明媚动人,慈禧晚年常常炫耀的,说,宫里的人都嫉妒她的美。 慈禧的女士官的德玲,在书中这样描绘慈禧的,太后在妙龄时,真是一位明媚动人,风姿绰约的美人,在入于老境之后,还依旧保留着好几分动人的姿色脸。 在慈禧写照记中,美国女画家卡尔这样描写,慈禧苗条的身材,柔嫩修美的手,乌黑光亮的头发,和谐的组合一起,相得一张,太后广额风仪,耳伦平整,眉目如画,牙齿洁白得如同鞭背,奄然一笑。 姿态恒生,一人自然心悦,怎么也不敢相信她,已想69岁的大寿,平心揣测,当为一位40岁的美丽中年妇女而已。 由此可知,慈禧老年之时,姿态依然超过同龄人的神采,想必在她年轻时,在后宫也是难得一见的美女,加上她很会保养,用她自己制作的玉绒散化妆,使面容珠圆玉润,显得有女人的风韵和妩媚。 为了让容颜涌住,她每日饮住香露,用淡青敷脸,让皮肤柔软有弹性,甚至和喝忍辱,用忍辱沐浴,肌肤宛如出生婴儿。 而且,慈禧不光在容貌上下功夫,她还坚持熟读史书,博览群书,因为她深深明白一个道理,以色是他人,能得几时好。 所以,慈禧能胜宠,靠不仅姿色还有才华,但仅仅是靠这些,就能使她胜宠不衰吗?并不完全是,靠得还有她拿手的三个绝招,会隐忍,懂得助抓时机。 慈禧年轻的时候,就有难以启齿的痛经病症,入宫后,这种痛经病痛的毛病有增无减,每个月都要有那么几天,痛得满地打滚,当时以她贵人的身份,是没有资格宣太医来诊治的,她想让太医来看病,那必须经过先上奏皇后。 或者皇帝,再经皇后和皇帝的宣照,太医才能上宫中为她诊治,当时,慈禧为人处事深得慈安欣赏,只要她让皇后慈安帮忙宣照太医,应该解决太医诊治问题了,可慈禧没有去找皇后帮忙,有人说,慈禧担心自己的隐私被人知道,笑话她,所以哪怕疼得满弓打滚,也要强忍着,直到后来,慈禧听说,时长痛经会影响生育时,她再也坐不住了。 有一次趁着事情的时候,慈禧趁着咸丰高兴,就将要宣照太医为她诊治这事提前说了,咸丰帝想到没想就答应了。 此后,慈禧在太医的秘密,精心调理下,不仅将多年的痛经毛病治好,她还顺利怀有了身孕,1856年,慈禧生下皇子宰纯,她的实际地位已在皇后之上。 从这此事可以看出,慈禧是一个非常懂得隐忍,抓住机会的人,慈禧外寄就有说她,以己知聪明智慧,遂蒙帝宠,咸丰帝虽记情声色,但生育能力与祖上相比,差得太远了。 都说大清皇帝生育子女方面,生育十四个孩子的雍正帝算是很少的,而咸丰帝还要少,她一生仅由二儿一女,其中一个儿子还夭折了。 而唯一成年的儿子,就是慈禧所生,皇家最看重子嗣,母嫔子贵,所以,慈禧所获得的宠爱就更多了,由嫔生妃,妃生贵妃,本来痊愈极大的慈禧,开始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参与朝政,咸丰去世后,慈禧容生皇太后, 借着子佑母壮时期,开始了长达四十八年的垂帘听证,倘若当初慈禧没有隐忍,让太医秘密为她调理身体,生下皇子载唇,或许她也只能跟其他妃嫔那样默默无闻的老死宫中,会洞悉皇帝的心思。 慈禧是个认知自我很强之人。 她深深地明白,想要在宫里生存下去,且圣宠不衰,她不光要讨好皇帝,还要关照身边的人,所以,她是皇帝为天,对皇帝言听计从,时刻谨言慎行。 但她也不忘笼络身边的人,据史料记载,咸丰除了喜美色,还有喜美酒,据说她每次都喝得罪熏熏的时候,就要打人,被她打过宫女,太监不计其数,甚至好多嫔妃几乎都有挨过她酒后的打骂,但唯独慈禧没有,她之所以运气,这么好。 主要是因为,她会洞悉皇帝心思,知道如何讨好,并想好了如何应对之际,和脱身之策。 而且,慈禧还有一个拿手活,早早就学会了唱男曲,都知道,咸丰除了喜美色,喜美酒,还有喜思竹,就是嗜好听戏,每当咸丰来到楚秀宫,慈禧都会给咸丰来一段男曲。 这样的慈禧,怎能不让咸丰神魂颠倒呢?从此,咸丰无心顾上朝政,沉浸在慈禧温柔乡中,有资料记载,咸丰帝不上朝,总在慈禧寝宫里面寻欢,慈安实在看不下去了,跪在寝宫外面,拿出祖训大声诵读,让咸丰上朝去,事后,慈禧也因迷惑皇帝的行为,被仗责了一顿,这件事从侧面反映出。 慈禧确实不简单,尼德咸丰连江山步都不顾上了。 他不仅会洞悉皇帝心思,还会尽力讨好皇后,慈安与慈禧一道选进宫的,相对而言,慈安是咸丰朝后非的进宫速度最快的,慈安于不到两个月就由真平策立为皇后,一是慈安出身高贵之外,二是他宽容大度,深得皇太后和咸丰的赏识。 面对这个后宫之主兼情敌,慈禧并没有表现厌恶,而是尽力去讨好慈安,甚至为了赢取慈安的信任,不惜将年幼的儿子载纯交由慈安抚养。 虽然慈安身为皇后,但进宫以来,一直没有生育,膝下无依无子,慈禧这一举动让她很感动,经常在咸丰面前为她美言几句。 有了皇后的美言,慈禧在咸丰那里更加得宠了。 除此之外,慈禧善于观察时局,对于身边的宫女太监也是恩威并施,从而笼络人心。 史书上评价慈禧为为人侠惠,言下之意是,即慈禧虽有才智,但绝非仁爱之事。 对于慈禧有用的人,她向来不吝啬钱财,比如咸丰身边的太监宫女,极力笼络他们。 这样一来,咸丰的一举一动,她都了如指掌,但对她有威胁的人。 她也绝不心慈手软,比如慈禧还是蓝贵人的时候,她会露宫女太监,指使他们陷害此时圣圈正龙的玫瑰人,让咸丰误以为玫瑰人在慈禧的点心里下毒。 咸丰一怒之下将玫瑰人降为常在,再降为宫女。 不久,慈禧又用蛊惑罪陷害云贫,结果云贫被打入冷宫,又气又急,不久后,玄良丧了方魂。 而丽贵人虽是个聪明的女人,慈禧的所有伎俩在她面前都不管用,咸丰对她的宠幸有增无减,但最后照样被慈禧算计,长恨歌中所谓春宵苦短日高起。 从此君王不早朝者,仿佛四智,此后,慈禧独霸龙床的人生目标上迈进了一大步。 会武文弄墨,为皇帝排忧解难。 出生于官宦之家的慈禧,从小聪明伶俐,并且十分好学,她不仅熟读史书,还经通满汉两种语言,据说十六岁时,已经五经成诵,通满文,念四十一阶浏览,入宫后,慈禧用美貌吸引咸丰的同时,更是挖空心思,争宠于咸丰。 而且,她的才华也终于派上了用场,咸丰皇帝体弱多病,有时连批乐奏章都很吃力,但每天有很多奏章不得不批。 怎么办呢?咸丰知道慈禧有一首好字,于是受益慈禧带她批乐奏章,义贵妃每天准时去皇上请宫帮助咸丰批乐奏折,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,在慈禧心中埋下了一颗渴望权力的种子。 慈禧传信录记载,皇帝有肖旦劳粹,认为义皇后书法端余,偿命她批乐,燃须地口寿。 后,义皇后仅思朱而已,1860年,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慈禧对咸丰的帮助极大,英法联军攻陷天津,咸丰害怕得乱了阵脚,措手无措,竟在宫中与后妃抱头痛哭。 唯有慈禧临危不惧,提议咸丰速速召见宫亲王一心商量对策,还气和意,宫亲王宋明爵,起伤赵愁应付,之后,咸丰把紫禁城交给宫亲王后,带着仲妃和儿子跑到了热河,临行前。 慈禧还是极力劝说咸丰留下来坐镇,说是皇上在京,能起到威慑疑人,如果皇上若走了,宗庙无主,恐怕紫禁城会遭到疑人所毁了。 危机才是考验人的试今时,巨变面前,咸丰帝的懦弱动摇暴露无遗,而慈禧的冷静沉着和敢作敢为也确实表现出他不同反响的一面,不过,慈禧这种敢作敢为,政治的才能,以及专制作风,很快引起了皇帝和大臣们的忌惮。 1861年,咸丰临死前,虽没有听取肃顺杀了慈禧,但咸丰还是为了保护皇后慈安,留下了一道遗诏,以防日后慈禧干政弄权,遗诏大概意思是说,此遗诏。 如果慈禧安守内功便作罢,倘若有心干涉朝政便以此遗诏处死,开始慈安还防止慈禧,但经过一段时间被慈禧假态蒙蔽之后,他不但没有遵守遗诏,还当着慈禧的面毁掉了遗诏,从这以后,慈禧在政治生涯路上,更是肆无忌惮了。 由此可见,慈禧能从卑微秀女一跃成为后宫最得宠的贵妃,不仅仅是靠出众的美貌,还在于,她过人才能和准确把握人生的机遇,时机在手,就是天赐良机,只可惜,慈禧虽是宫斗高手,但在生活上,生活奢靡,世系成体,在政治上,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,心狠手辣的独裁者,向来说一不二,在内忧外患之际,慈禧以这种态势执掌正谈, 不允许第二个声音存在的时候,那么离灾祸必然不远了,所以,不管是同志地早亡,还是最后大清灭亡,慈禧都罪责难逃。 总体而言,慈禧之所以得宠,不仅仅在于,她有出众的外貌,还在于她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和过人的才能,在当时熟读史书的女子算是有文化的了,因为大多数女性都不识字,比如,慈安就基本上是文盲,再加上咸丰只爱美人, 无心顾江山,让慈禧掌权近五十年,彻底将大清推向了深渊。